好 回到台湾问团 我们再讨论到 113的火大游行的一个 主要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对于美金党苏贞昌主席而言 他主要敌人 其实是党内的蔡英文 两个竞逐是2016 那么现在看到民调数字 看到了上电视节目的一个收视率 甚至自己亲眼也看到了 在113的最后游行的 这个都要上台去演讲嘛 8点到9点人气旺到不行 9点坏苏贞昌上场 人已经稀稀落落 亲自看到整个状况就是如此 接下来更加加深意志 会不会就是所谓的 要走这个换政权 换政策这条路 就会走得更加的一个坚定 所以我们请教刘伟员 讲到要罢免已经是 最激烈的一个政治手段了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 苏主席上任到现在 不过八个月任期两年 我们知道他目标是2016 没有错 但这个时刻最终的手段 已经拿出来了 有这个必要吗 还是说他真的是 没有别的道书 我想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先讲罢免 就像我刚才提到 2006年28号那一天 那包括洪三军 在一直搞到10月 对 那有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可是那个人民的 那个宪法所赋予的权力 他们都实践了 然后也造成社会的氛围 包括民进党有11扣 为什么11扣赶出来 因为那声音很大 甚至于说当时的苏仁昌 也对阿扁的贪腐行为 也不表赞同 包括吕秋莲也有这种想法 到后来以这个马英九 以那种秋风扫落叶的方式当选 那时候不要说马 随便一个什么动物都当选 是不是 我这不要批低这个 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 我们必须讲 苏仁昌遇到什么问题 除了他个人的固定刻板印象之外 问题是当国民党很烂的时候 民进党又怎么样 民进党又怎么样 我们回头看看2008年09年 那个时候民进党没有人选党主席 就推了蔡英文 结果她运气也不错了 第一个大家对陈水扁被关 觉得很委屈 第二个 很接着来2008年的风灾 2009年的八八风灾 两次风灾都凸显马英九的无能 所以蔡英文什么都没做 就突然声势大起 那都要拜马英九之事 所以在那个时候 蔡英文这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马上耳目一新 让大家觉得有机会 问题是现在的民进党 你想他在各种民调来看的话 民进党事实上他受欢迎程度 是比国民党多一点点 但是有没有比自己更好一点点 没有 所以这就是苏仁昌 像刚才郑亮兄说的 我不见得赞同 他说也是有点道理 在野党何必提政见呢 那执政党的事情嘛 你提不好 你提出来我来给你批判 来给你辩论 美国共和党什么政见都有贵案 那蔡英文早已提出来了 蔡英文早已提出政见了 是不是说这个时候 当国民党年金制度提不出来的时候 你民进党就先提一个 不必要 当国民党提出来 你再来跟他辩嘛 所以我觉得 当然他对苏仁昌有意见 我知道 但是我必须讲 我们持平的讲 苏仁昌之所以今天没有被大家看好 是因为这段时间 他并没有把民进党带到一个高峰 这是他输给蔡英文的 这是他主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这一阵子要怎么样才能把主导权给拿回来 是不是苏主席最主要的一个动作呢 于是现在拉高层级来到罢免 这个最高最高 也算是最激烈的一个政治手段 因为在此之前呢 其实呢 几乎都已经丧失了第一先机 我们再看看 这么多这么多次的一个好的时机 好的timing 为什么苏仁昌都没有动作 是判断力的问题吗 因为大家都捡现成的 他只要跟就好吗 我们来看看呢 现在说罢免总统 大家觉得苏主席 喊得声嘶力竭 但其实台联早就在联署 刚才委员讲到 联署多时已经有说 不管是怎么样认定他 但至少联署的分数有上百万 是不是能够得到真正式的一个认可 大家后续可以再观察 要罢免国民党立委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跟谢长廷 半年前谢长廷在反美牛暗说 就提供这样一个主张了 再来反媒体垄断的部分呢 现在说呢 学生们的动作 好像比你更大也更具体 也跟不赢学生 来看看国事会议的部分 蔡英文先提的这个议题 蔡英文也是居领先的一个地位 来看看中国事务委员会的部分呢 哇 这是跟着谢长廷的脚步 因为向庭登陆 截足先登了 最后谢长廷没有主持这个委员会 所以当初的一个承诺 也是一个跳票的 所以这个今来 苏主席问题还真是不少 重大政策都没有看到 他有些新的一个贡献 但现在说年金有了 拿出一本虚晃一招 不管大家这边认可 到底在野党 你需不需要先把你的政策拿出来 但是只有火大没有主张 这八个字还是一直跟着苏主席 只有火大没有主张这个事情 今天还被抗议 今天那个人民火大行动联盟 走到凯达格兰大道去说 他剽窃他的智慧财产权权 他们19号也要上街头 在这里面骂了执政党很大一部分 然后又把箭头指向了民进党 所以这个火大游行这个部分 民党不知道曾几何时 竟然连这样子的一个上街头相关的文宣 都做到必须要跟着人家 我又再加一项了 就是说你刚刚讲这些都跟着人家 这个也是去把人家劳团的拿过来 今天也被批评 我要说的是 这就是苏贞昌的这个窘境 那这一连串都没有自己的新主张 通通通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 其实刚刚国术在这边讲的 罢免这个马英九总统其实在 蔡英文在告全国同胞书 他在113之前 他自己在脸书上就有一个告全国同胞书 他也在讲说520以后要 其实要罢免马英九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苏贞昌通常都要走到最后一个阶段 已经所有人都喊出来了 他在这里左移右看 看到最后他才喊 应该这样讲 三个礼拜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了 你把10万人带上了街头 你如何让这10万人告诉你 我不要装校尾 你把我带上来 然后呢 我明天日子是怎样呢 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压力 他当时没讲 所以罢免立委跟罢免这个马英九总统 是必然要走的路 因为你把人民带上街头 人民问你下一步 下一步呢 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 那今天回过头来讲 既然已经喊出来的 为什么还这么犹疑 所以有的问题都问到 苏贞昌有没有中心思想 如果罢免马英九的问题 那么坚定的话 就不会有 你刚刚讲秘书长出来讲的这些话 你就告诉大家 今天人民要罢免 你不是我苏贞昌罢免 你就是我刚刚第一段讲的 你如果做得好 根本没有罢免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做不好 今天雅虎的民调里面 网络民调里面 七成以上赞成罢免马英九 为什么 是因为马英九做不好 那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论述 让大家看到你这样的铺陈下去 你就坚定的要往前走 也就OK 可是你看到了 又是一个犹疑 又在这里面谨小慎为 所以苏贞昌案的问题是 他谨小慎为 在所有的状况都是 人家讲好了 通通都铺好了 好像他在后面跟着走 他不是一个领导者 今天让大家看到 包括连抄袭火大这件事情 都让民间社团看不起 如果这种状况发展下去 我觉得他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 所以现在喊得这么样大声 大家觉得这个画面 好像在十几二十年之前 常常看到 民进党是街头起家的 很多的一个街头运动 都是这样起家 但是武汉信仪到现在 到底现在台湾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在野党 而且是最大的在野党 在这里能够好好的让 执政已经非常糟糕的执政党 国民党在接下来 能够有好的一个表现 不过在这我们就是看不到 火大跟罢免能够画上等号吗 火大过后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解决困境 所以国民委员 火大不能解决困境 那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就期待说苏主席 你的把人带上街头之后 你接下来该给大家什么 结果他给了大家要去罢免 所以大家现在对民进党 也没有办法有好的一个印象 支持度也没有办法升高 你也常讲过 这个中间选民都没有 靠到民进党这边 这是苏主席你要正视的问题 其实刘文雄委员 刚刚就点出一个矛盾 比如说他说在野党 你可以等执政党抛出政见 你再来做批判 因为你是制衡监督 可是 就是说民进党过去 之所以会成长 就是因为有方向感 方向感难道不就是一种主张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比如说刘委员刚刚也讲到说 那苏主席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党带到高峰 那这里不就是一个问题了吗 就是说你都是在等 对方出手 你再出手 那结果就 你的民调也没有起来 那这个是不是人家对你期待 还是认为说民进党应该要引领时潮 你方向感要出来吗 不管你是什么主张 比如说我们以前提过各种主张 政治改革的 台湾独立 或者是老人年金 很多嘛 可是那个方向是很清楚的 或者说反党营事业 很多嘛 我是觉得说 年金你也可以标局一个版本 我就认为我们的替代率 一定要比国民党还要严格 那你就讲出来嘛 比如说我上次跟人民火大联盟的朋友在一起 我就说 我就直接支持 我说我支持劳工版 那再说嘛 可是我要有个立场 你不能够没有 没有一种方向感 我是觉得方向感出来之后 人民会去做判断 那可是出来之后要坚定 就是像刚刚这个金兰所讲的 就是说你不要讲出来之后 又觉得好像内部又有不同的想法 那这个就是你的决策 可能要事先稍微 大家有一个邻居共识 那你就勇敢去做吧 所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勇气恐怕也不足 信心也不够 那么主张也看不到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最大在业党主席的一个状态 那苏主席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虽然拉高到罢免 不晓得观众朋友听到罢免 到底还有没有feel 那么接下来这条 会是一条漫长的路要走下去 如何实践下去 大家必须未来继续来做观察 继续看 但就是因为这里头的前端 看到这么多坑坑巴巴的一个状态 所以纪委员 所以说也有这样的分析出来了 要喊爸妈 最后反而是救马 所以苏主席是不是要小心 最后他成了救马大将 因为大家开始凝聚 觉得我们党哪有这么糟糕 像刚刚你讲的 欢政策政策不是都在做了吗 所以这时候 马总统可以稍稍偷笑一下 其实如果说比较正确的战略 他应该批评政府 然后骂总统就好 当然我们不能骂总统 因为我们要支持总统 就像过去阿扁在执政的时候 坦白讲我在友台 一个人可以对三四个民党的立委 为什么 骂阿扁太好骂你知道吗 他从头到尾都做错 明镜坚持说对了 现在情况当然 我是觉得马英九 比阿扁是表现还好 我个人觉得 可是他如果 他如果聪明 他应该聚焦在这里 不应该把这个子弹分散 你看他过去 民党在游行的时候 都兵分好几路 有几大天王领军 然后再会合在总统之前 这也是不是他为了聚焦 怎么可以会合到时候 我这一军比蔡英文那一军还少 那还能看吗 所以我走到最中间 你们重心拱愿 然后一起走 起步游着那路向前走 然后他就正中间 所以其实他整个 铺子我们看得出来 但冤有头再有主 你今天谈了那么多 其实最重要 就是用他们说 希望换总统 可是总统换总统 那个门槛就那么高 结果他的诉求这么多 换句话说你今天 讲了这么多 你一定要去做 你没有做的话 到时候变成笑 你讲一讲不做 包括中国市委员会 你一提到现在 没有能回应 等到过年以后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这个过去 这个电火球 可能到这里 他整个思维 我不晓得说 因为是急切 或是说真的没有生死熟虑 可是你只要一步走错 未来可能就是 不只这电火球会没电 还会断电还会跳电 所以我看是蔡英文 其实在今年或是明年 就做收愚弄之力就好了 就等着他中家自己 自己暴跳就好了 而且最终一点 我觉得一个中诚反对党 一个负责任反对党 应该把自己的 这个党的饼做大 而不是在吃老本 他现在对整个基本教育派 这一个强势的动员 就是包括要罢免议员 然后批评现在实证 要换内阁 其实就是对整个 他基本教育派一个呼唤 一个召唤 所以骨子里头 有一点反重的味道在里面 可是他应该把瓶做大 过去为什么蔡英文 会得到那么多的 中间选民支持 他就让中间选民觉得 他比较温和 比较稳健 那你家从委老陆 就是要跟蔡英文拼长 我觉得是在吃民进党老本 没有开创能力 在这里又讲到一个大问题 没有开创的能力 对于苏贞汤 对于这个民进党而言 对于现在社会而言 是不是太过的相对是 反而是老派跟不上时代呢 当然要先聚焦到 能够让党内所有的 不管是独派什么派 能够聚焦过来支持他 才能继续向外来做 这个攻击 这是苏贞汤 现在抓住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讲到 这么多的政策 都看不到主张的情况之下 要换政策 要来换政权 那么但是你最大在野党 你自己也拿不出任何的主张 换了政策 换了政权之后呢 你拿什么来上台呢 我们广告回来 我们再来继续做分析